那么我们常听说杀伤会短命呢 当今的社会发现很多的名人英年早逝 令人触目惊心 随即写两个例子 2004年4月10日 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 美国的麦当劳公司的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突发心脏命死亡了 第二年接班人也因长癌而去世 2004年12月21日 号称中华第一兔的公司老总 在接受县政府表彰的当天 被一名清洁工在河边发现了他的尸体 那请问师傅 他们的死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这个职业 对社会 对大众 不是真正利益的 都要被严重的因果 所以现在商人只知道赚钱 没有这个道德观念 他这个东西都是有毒的 都是害人的 那么他还要继续做 现在他赚了一点钱很有限 他死了以后不会好死 而且死了以后决定夺地 他要知道这个事情 决定不看错 中国从前古时候是商人 商有商道啊 他有他的道德观念 利益能赚多少呢 不能超过三分 超过三分你就有罪 你太重了 是太重了 现在人呢 不值三分了 现在人是加一倍 加两倍 加三倍 一块钱 希望能赚到一百块钱 这叫商天害理 对呀 从前 十块钱 本钱的时候 赚三块钱 这最多的了 有道德的商人 十分取一分 我十块钱 赚一块 那师傅 当劝说 从事杀业的人改行 他们就说 我不干这 我干什么呢 我一家老小 就得饿死了 他说 饿死人不也是杀生吗 人总得要吃肉 总得有人去干嘛 那我也是为人民服务 请问师傅 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似是而非 对 于人民有好处的事情 多得很 行业很多 哪个行业都会选择 为什么选择这个 既然上天生下来了 生你下来了 你有多少寿命 你这一生有多少佛宝 也就是有注定 你没有办法超越 你有一百岁的生命 有一百岁的佛宝 你拼命享受 五十年就享光了 五十岁就死了 你要拿你的生命 去换取 人懂得这个 他就不会这样做法 所以什么事情 绝点不能过分 过分 哪有好果报 这道理 我们看到果报 只看到眼前 眼前佛家叫花报 像植物 开花 后头借口 果在来世 来世是果报 比这个更严重 花报你吃点苦头 果报是在 卧归在地狱 随英国教育 如是道 通通相信 现在人不相信 不相信不是说 这个事情 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不是啊 不信还是有啊 到果报临头 你后悔莫及 绝对不是二戏 绝对不是二戏 那您在讲经多次提到 不要从事杀业的行业 那么有些杀生寒业 生命还不错 像某某什么烤鸡 爬鸡 什么蒜肉 为什么他们都有 百年以上的老变 还传承着 现在还没见到 那个不好的果报 请问师傅 我们应该怎么样 看待这种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他们的祖宗既得了 他自己过去 身中既得得 干这种行业的时候 是损得 但是他的佛报大 你比如他家里有 五百年的佛报 现在做到三百年 他还没摔 但是差不多就快摔了 他打这扣 五百年的佛报 你三百年就想完了 完了之后灾难就来了 那不是生生世世的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极得 那你的佛报就想不尽了 今天只想福 依旧造不善地业的时候 全是过去身中佛报 在维护他 没错 想祖先也想自己过去 深圳修的 想得尽啊 不是想不尽啊 那师傅 现在还有一些 明殿的老板 拿祖宗的名字 来挣钱 比如说金融的什么什么 我祖宗的祖传秘方啊 然后打上他祖先的名字 他们这种做法 对祖先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不孝啊 这是不孝 对 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好东西 是叫你要去救人的 所以不可以过分 自己这一生 能吃饱 能穿暖 有个房子 可以这被风阻了 要知足啊 另外多余的 要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那你的佛报就能累积 你越想 这个越多 而且享受不尽 那你如果说拼命赚钱 而且还卖假药 来欺骗众生 你这佛报很快就完了 大概不可能到你这一生 你的晚年就非常凄惨 那国报会先签吗 而且会先得很快 很快 劫难就这么来的 大多数人都在造这种严重罪业 就惹到整个世界的灾难 英国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你这细心观察就在眼前 你都能看到 严重的灾难 这科学家告诉我们 五六万年前 亚特兰提斯 就是现在大西洋 那是 那地方有土地 那个时候有个国家了 是全世界 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人民天天享受 尽情欢乐 什么也不相信 最后这个土地 沉到海底去 那外国科学家有预言 亚特兰提斯 还会浮起来 他说他这块土地 再浮起来的话 欧洲跟美国就没有了 就沉下去了 这个他出出来了 所以外国人说 也喜欢看到 他真正能够浮起来 但是又担心 自己会退下去 这也算轮回吗 轮回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工业 大家共同造的不善业 这是不善业的工业 早晨 整个家大灾难 那师父 我们林玉佳 杀了一条蟒蛇之后 然后女儿就疯了 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 如果他杀了一条蟒蛇 应该找他 为什么找他儿女呢 师父 也许儿女跟他都有关系 不没有关系 不能到一家来 有些他不找你 找你最亲爱的人 让你更痛苦 更痛心 对 他女儿在他们家 简直是 就全家人爱 他爱得不得了 对 不错 所以他就挖你心尖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动物 他也是 对 他知道 你最在乎谁 对 不错 懂得 懂得 对 懂得 那这就是 这就是因果 因果 当时我听到这故事 我觉得这个因果贵律 有失评 无评吗 那他干嘛 对啊 你想想就会有道理 那么如果祖先 父母吃素的话 戒杀吃素的话 那也会 殷疾子孙了吧 对 那就说 子孙后代 如果戒杀吃素的话 老祖宫也会得福吗 会得福 会得福 也会得福 对 那么 所以修行里面讲啊 一子成佛 九祖升天 九代的祖先都升天 那你家出这么一个好人了 那我作为子孙 师父 我如果戒杀吃素 然后认真地修行念果 那我的祖先 一定会这样 读的好处 不错 决定的好处 不错 那我一定要做个大孝 没错